對,因為Python內建的一些模組 它沒有可以直接開Excel的功能 那你要再去學外掛的模組 學完之後,反正學完之後你可能想說還是 我還是覺得目前來看 如果你的需求是基本辦公室應用 我覺得學VBA大概目前來說就已經足夠了 OK,如果你覺得不夠再去學 也許啦,階段的這個學期 OK,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要接著來看 剛剛這個只是延伸,剛好想到這個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把這個做完之後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 回到上個禮拜有講到那個錄製聚集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呢,我希望要產生兩個按鈕 這個是多的啦,年次部分我們就先 先跳過了,OK就做個Ending 那第二個是說,如果我今天想錄製一個劇期 我上個禮拜有講過 那個劇期的部分 一,你要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二的話呢,先彩排過 三的話開始錄 那錄的方法 我大概錄完的結果,我有把那個 因為我剛剛做的動作,我有把它拍照 所以一些關鍵的地方,如果你漏掉,你可以再看一下 那第一個當然,可以重開發人員 不過Excel,我們是2007的版本 如果2010以後的版本,可能就要在這邊找 不是在常用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2007在常用裡面 這個大概,我有把它照相 錄製的話呢,就開始步驟 把這個先彩排 那名稱的話,也許我們錄第一個是 叫手機號碼串接 第二個也許是手機號碼清除 錄兩個 那錄完的結果就是這兩段程式 OK,那我把這個動作做一遍 那名稱也許有拖籃一下,複製一下 OK 假設這樣,這個名稱不一定要取這個名稱 你可以取別的,OK 一,優標放這邊 二,優標放上面打勾 三,快點兩下 那我大概demo過之後就開始錄製了 錄製之後名稱給他 叫手機號碼串接 OK,如果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就開始錄製了 那你就不能NG了 如果你NG就要重來了 比如說你按確定 之前同意說 第一個動作 亂點,點到這邊 然後點錯了,怎麼辦 沒關係,你就停止 然後你就再重錄過 名稱再取一樣 然後再按確定 你不怕他會說,是不是一樣的名稱 你就按4,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NG沒有關係 你就再來過一遍就好了 OK,比如像這邊有NG的 為什麼? 優標已經放這邊就錯了 你再點就不對,一定要在外面 所以這個又NG了,再停止 OK,然後再來一次 OK 這個時候就要正確OK了 正確版 1 確實 1,優標放這邊 它會錄第一行 它叫range的14.slide 2,優標放上面打勾 就是把這個公式輸入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3,這邊空點 快點兩下 好,三個動作完成 不要多的 好,那把它停止錄製了 這個時候呢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請你看前面有個劇集 它會出現有這個 叫手機號碼串接 表示是成功的 第一個 第二個呢 清除 清除就是 一樣優標放這邊 然後記得快速鍵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再Delete OK 好,那我們有Demo了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開始來錄製了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一定要Ctrl Shift向下嗎 可不可以不能這樣選嗎 其實我上次好像講過了 如果你這樣選 如果在這個範例是OK 可是問題哦 如果你資料將來會增加或減少 那它就會固定在104列 它固定的哦 可是如果你用Ctrl Shift向下 這個方法 它會自動追蹤 因為Ctrl向下 其實就是它會追蹤到 目前你這個範圍的最底部 所以記得吧 一定要用 我是建議如果你要錄製劇 一定要用快速鍵 如果不用快速鍵 錄下來的程式 以後呢 還要一直在修改 但是如果你用快速鍵 你程式就不用修改了 所以我們要想到是一勞勇益 有些書上不見得跟你講這些 反正你錄完 這次OK就好了 它不復管理以後還會用嘛 OK 或是講一勞勇益的方法 Ctrl Shift 我們來講幾句 我可以說 我可以不給你